马斗福音第二十六章 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 便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知道 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 人子要被借送 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司祭长和民间长老 都聚集在名叫盖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内 共同一决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 但是他们说 不可在庆节期内 免得民间发生暴动 耶稣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时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贵重的香叶来到耶稣跟前 倒在正坐席的耶稣的头上 门徒们见了就不满意说 为什么这样浪费 这香叶远可卖得许多钱 施舍给穷人 耶稣知道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女人难受 她在我身上原是做了一件善事 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 至于我 你们却不常有 她把这香叶倒在我身上 原是为安葬我而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全世界 这福音无论传到哪里 必要述说她所做的事 来纪念她 随后 那十二人中之一 名叫尤达斯伊斯加略的 去见四季长 说 我把她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 他们约定给她三十块银钱 从此她便寻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出 无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前来对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在哪里 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见某人 对他说 师父说 我的时候近了 我要与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 门徒就照耶稣 吩咐他们的做了 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与十二门徒做席 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 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非常忧闷 开始各自对他说 主 难道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那同我一起把手 站在盘子里的人 要出卖我 人子固然要按照 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 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人 却是有祸的 那人若没有生 为他更好 那要出卖他的尤达斯 也开口问耶稣说 蜡笔 难道是我吗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掰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然后又拿起杯来 注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由其中喝吧 因为这是我的血 新约的血 为大众清流 以赦免罪过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 与你们同喝新酒 他们唱了圣勇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时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 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 因为经上记载 我要打击牧人 羊群就要四散 但是 我复活后 要载你们以先 到加里雷亚去 伯多禄却回答他说 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绝不会跌倒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激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伯多禄对他说 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 我也绝不会不认你 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 随后 耶稣同他们 来到一个名叫 格泽玛尼的庄园里 便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祈祷 碎带了伯多禄和赛伯德的两个儿子 同去 开始忧闷恐怖起来 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同我一起醒悟吧 他稍微前行 就拥手致祟祷祷祷祷祷祷 我父 若是可能 就让这杯子 就让这杯离开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他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 便对伯多禄说 你们竟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 醒悟祈祷吧 免陷于诱惑 心神固然切愿 但肉体却转弱 他第二次再去祈祷说 我父 如果这杯不能离去 非要我喝不渴 就成就你的意愿吧 他又回来 见他们仍然睡着 因为他们的眼睛很是沉重 他再离开他们 第三次去祈祷 又说了同样的话 然后回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睡下去吧 休息吧 看 时候到了 人子就要被教育罪人手里 起来 我们去吧 看 那出卖我的 已来尽了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看 那十二人中之一的尤达斯来了 同他一起的 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 是由司机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 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口亲谁 我口亲谁 谁就是 你们拿住他 尤达斯一来到耶稣跟前 就说 蜡比 你好 就口亲了他 耶稣却对他说 朋友 你来做的事就做吧 于是 于是他们上前 向耶稣下手 拿住了他 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 伸手 拔出自己的剑 砍了大司机的仆人一剑 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碎对他说 把你的剑放回原处 因为凡持剑的 必死在剑下 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 即刻给我调动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 若这样 怎能应验经上所载 应如此成就的事呢 在那时 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 如同对付强盗 我天天坐在圣殿内施教 你们没有拿我 这一切都发生了 是为应验 千知所记载的 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 那些拿住耶稣的人 将耶稣带到大司机盖法前 经师和长老已聚集在那里 伯多禄远远跟着耶稣 直到大司机的庭院 他也进到里面 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 司机长和全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 要把他处死 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 但没有找出什么 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 说 这人曾经说过 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 在三天内 我能把他重建起来 大司机就站起来 对他说 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 你什么也不回答吗 耶稣却不出声 于是大司机对他说 我应生活的天主 岂是命理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墨西亚 天主之子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并且 我告诉你们 从此 你们将要看见人子 坐在大能者的右边 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 大司机 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 他说了亵渎的话 何必还需要见证呢 你们刚才 听到了这亵渎的话 你们以为该怎样 他们回答说 他该死 众人遂及向他脸上吐唾沫 用拳头打他 另有一些人 也用巴掌打他 说 墨西亚 你猜猜是谁打你 伯多禄在外面 庭院里坐着 有一个使女 来到他跟前说 你也是同那 加里雷亚人 耶稣一起的 他当着众人否认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他出去 到了门廊 另有一个使女 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人是同那 那扎勒类人 耶稣一起的 他又发誓否认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 站在那里的人 前来对 伯多禄说 的确 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因为你的口音 把你露出来了 伯多禄就开始诅咒 发誓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历史 鸡就叫了 伯多禄便想起 耶稣 所说的话来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一到了外面 就伤心痛哭起来 那么有关 我说 你能识不认你 我说 你 我说 我说